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們好 大家還有家長們好 這個青年尬科學 我在網路上也有提到 我說有人是標哥 對不對 那有人是尬武 甚至於可以在街上尬武 台灣好像所有的跟學科有關的東西 尤其是像學科學這種事情 好像只能夠在教室裡頭乖乖做的 就像你們現在這樣 像上課一樣來聽 實在沒什麼道理 沒有什麼道理 有沒有人英文夠好 然後看過TED這個網路節目的請舉手 有嗎 有一些了 TED大概從去年開始起 在台灣是算爆紅了 你如果把國外的TED的內容找出來 然後在你頭上找一些非常精緻的概念想法 然後尤其是用語言的方式來呈現出來 甚至於有些時候他們也有一些用了一些 比較像表演一樣的方式呈現出來 你會發現這樣子活潑的形式的傳達訊息 傳達知識的方法 在國外這麼的普遍 我們在國內還不是那麼多人知道 雖然去年有一個爆紅的趨勢 那我們現在的話 就是你要去經驗你的語言 所以你要會講通常要會聽 你要會寫通常要會讀 這是為什麼我們把聽說讀寫 全部都抓出來好不好 所以它有難度 可是我物寧相信每一個社會裡頭 都有一群年輕的朋友們 會把這裡頭的樂趣 以及才能把它發展出來 所以我們去年的情形用了表演的方式 很多同學就用到現在一般在學校裡頭 比較大家習慣的 而且是跟眾議圈學習的一種表演的方式 很可惜在知識面上都沒有辦法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今年直接就轉換到一個 端講的方式 如果你們要參考一些學習的樣本的話 我建議你們就去看TED 我們主辦單位 當然我剛剛已經報告是 我們科學教育發展中心 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的主辦單位 在最近跟我們走得比較密切的 就是張糟鼎紀念基金會 他的董事長是原來清華大學的廖俊成教授 你如果參加化學營的話很容易知道他 可是很重要的這一次的這個 整個財務的支持 事實上是由這個 台積電的文教基金會來負責 所以他們是我們的主要贊助對象 我們也不排除還有一些其他的贊助對象 可能會來幫助我們的 如果有其他的贊助單位幫助我們的 他的好處全部我希望能夠落到同學們身上去 將來得勝的隊伍應該可以比現在我們提供的獎品更多 這是我所希望的 我們在協辦單位裡頭有幾個 最關鍵的是科教館 我們的決賽都要在那裡辦 其他的話包括了你看我們中部的說明會 南部的說明會大概都是台中一中 台南一中都有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事實上有不少的團隊一起在支持我們 很感謝他們 好 這個活動一開始的想法 事實上就是敘事能力 在國內事實上是有演講的比賽的 而且有一些這個作文和演講的比賽 是可以用來升學用的 可是全部集中在文主 科學的這邊好像認為要有邏輯 他常聽到要有邏輯 要能夠什麼演繹 能歸納 講很多東西 就忘掉了這件事情 不知道所有學科學人來講 除了極少數 極少數 極少數 非常可能有天才 可是他自己所發明的東西 他是著於表達給其他人 後來才讓人家發現他的東西 非常特別的以外 大概絕大部分的科學家 都需要有非常精闢的敘事能力 才能夠讓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讓其他的科學家也能夠明白 OK 那 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像現在的話 科學的很多事情 甚至於要提供給 不是學科學的人也知道 所以你們要注意一件事情 是我們的評審 並不是只有科學家 我們包括了有電視台的主播 包括了有一些是比較人文方面 寫作的作家 都是我們的評審 所以大家在準備自己將來 敘事內容的時候是要注意的 可是當然很重要的話是 它本身就是 學習科學很重要的工具 今天大家在學習科學 都以考試為重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忘掉了 聽說讀寫 其實非常的關鍵 大家好像只要把講義弄好 然後習題能夠越做越多 就能夠應付考試了 我會跟大家講 沒錯 如果只以考試的分數來講是如此 可是人生不是只被考試的 考到了年紀大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壞事 只會考試的人越來越壞事 所以我們非常的提醒大家 我們其實就是針對敘事能力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好的想法 然後你如果有好的敘事能力 把你的觀念能夠好好的表達出來 推廣出來 我們是非常樂見的 不過我提醒去年的話 我們用了表演的方式 今年的話 我想我們基本上轉到短講的方式 所以文字口語表達 基本技能 這些東西都交給王老師好了 他其實也可以是一種藝術 藝術的東西就是 你要去捉摸一種境界 有些人真的一句話出來 非常經典的一句話出來 譬如說牛頓就說過 他說我們不過是站在 在其他偉人的肩膀上 他自己已經對我們來講 現在從歷史角度他是一個偉人了 一句話 他有的時候讓我們心裡 能夠去體會的 可能是長長久久的 你要知道這種敘事能力 常常是 你有些時候是要去看人家的經典的作品 或說法的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用到科學的講 就是Science Talks 希望在三年之內 這件事情不只在台灣 能夠越來越普遍 你參加一次以後 是越來越喜歡 然後我們甚至於三年以後 能夠發展到國際的層次 是我非常樂見的 就是出來一組 英語組 希望你們吸取或轉化的一些科普知識 能夠讓你們 學習科學人力和敘事人力 通通都進步 所以我們聽說讀寫全部都要 我剛才已經講了為什麼 好 所以在精彩辦法來講 最關鍵的是 今年的主題是水 生命和環境 這當然我們也配合了 今年在UNESCO 國際聯合國所訂出來的 今年是國際水源合作年 那科教館的助館長 也特別希望我提醒大家 他們有一個水資源的 那個關於水的一個展覽 現在延長要一直跑到九月 不是特地跟我們這個活動配合的 不過剛好好像大家也搭到一起去了 所以希望大家同學們也稍微注意一下 那這邊的內容的話 我想我不細數 因為我們有書籍 基本上精彩書目 我說過我們使用網路 所有的資訊你可以到網路上去看 我們這次選出來的書是13本 我記得13本 所以你上去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它有一個 像圖書館一樣的在上面 你每一個都點進去了以後 我們也很感謝每一個出版社 提供我們的資訊 上面是有一些出版社 提供的閱讀的導讀 或者是其他的資訊 可是除了出版社提供的資訊以外 那我希望你們自己有些時候 在老師的帶領 或者家長的幫助之下 你們去找到每一本書裡頭 它真正讓你覺得是 你覺得好 你覺得感動 你覺得裡面有一些更可以往下 知識上踩下去 或者是你的 有些概念上可以踩下去的地方 去做做閱讀以後的 這個表達和發想好不好 所以我就不仔細去談每一本書的內容 你們上我們的網站都可以找得到 這是另外的六本 所以七本加六本在一起 總共是十三本 當然你能不能把十三本書都讀完才選書 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不是如此 所以你在選擇書的時候 要採取一些比較精簡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需要訓練讀書好不好 當然大家會從這個書的目錄 書的序這些東西開始 你大部分人大概不太可能 把十三本書一讀完了以後才做決定 不過我們組隊的方式的話 這個要請大家一定務必注意 按照你的身份證是 從十五歲應該是哪一年的 1月1號開始 有才是用這種方式嗎 還是 某一年我們先忘掉是 網站上有 所以你從那一年的1月1號開始 到18歲那一年的12月31號開始 通通都有資格報名 你一定要去找三個人 我們發現已經有同學們 在找到三個人以後 還沒有開始報名了 就說有些人什麼暑假不行 然後有些人說要去參加其他活動什麼 我會勿您希望大家在一開始找同伴的時候 有時候稍微避免這些現象 你們反而要注意的是說 你們比賽的重點 事實上是因為要聽說讀寫 而且將來有人講 有些人是要問問題 有些人是要回答問題 分別要負責個別不同的事情 所以你們在組隊的時候 盡可能讓同學們有不同的 人力面向的參照 你們可以有比較好的合作 我們仍然維持 所有的報名全部是免費 所以時辰稍微注意一下 也是到網站上你去 就可以抓得很準了 我們有一個月的時間 讓你報名到6月30號 那天的晚上 臨時以後 我們大概就截止了 然後就 如果是 報名我相信有網路報名 有要寄報名表進來 所有的事情請在這個時辰之前 把它做完 每一年大概都不會碰到這種情形 有些人就是差那麼一點點時間 然後很趕 甚至於把資料 就丟到我們辦公室底下 要把它滑進來的 我們到時候全部按郵戳 按這個網路進來的時間為憑 好不好 這是採取一個公平做措施 真文的競材時間有一定的長度 5月27號到7月10號之間 然後你文章寄來就寄進來了 我們把比較輕的份量 放在真文上面 有一點點不得已 是按照我們以前科學 科學月刊辦的真文情況來看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在所有的文章裡頭 很輕易地判定出來 到底有其他人幫忙 幫忙到什麼程度 譬如說包括家長 甚至於有沒有到其他的情況之下 有人幫忙寫 所以我們真文競賽 基本上是等於是買一張門票 可是我們仍然是把大家的文章 尤其是得獎的前面 今年可能是60名的文章 全部都會放在網路上登載出來 而且我們科學月刊 向我們要求我們這些文章 能夠提供給他們 所以你們所有這些同學們 被選進來以後都會簽一張 這個版權的這個同意書 讓科學院刊登在你們的文章 那當然我們醜話說在前面 如果你的文章被人家戳了一下 說這個是抄出來的 或者是什麼槍手 或者什麼是有證據的這個情況 是比較不合法 或者是這些情況發生的話 那我們會剝奪到 所有後面的這個得獎的權益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不過我相信同學們 我們大概都不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我只是提醒大家 我們在真文比賽的獎品 以及這個分量上 我們都稍微放得相對輕了一點 我們把我們的重量 這個主要的動作 和這個獎勵放到後面去 我們有口說預賽 我們有副賽 我們為了副賽 我們還辦工作方 然後我們還有決賽 那時間來講的話 第一次的口說出賽 我們的副賽是北中南分三場 7月31號 8月2號和8月4號 分成三場來辦 你們到時候會知道 你們的名單在宣布了以後 參加哪一場 我們的副賽的時候 還會辦工作方 原因是因為有一些在電台做主播的 或者是其他的場所 是對於講演來講做專業的人 他們跟我們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年輕人在學這個敘事 不只是說會講 或者內容 注意內容而已 也要注意你們的談吐外表 我想這是好事 尤其我們譬如說一個隊伍 到了國外去站在台上 說這一隊是代表台灣的 你們要相信我 我們在辦所有歌唱比賽的時候 那些站到台上的 他穿的是很 叫什麼 搭 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式的那種衣服 就是 是佩搭起來 看起來像是那個 什麼 什麼街上的那個什麼歌 那個叫做 我現在一下名詞都想不起來 就是說他穿得很嬉皮的形式 或者穿得很這個草率的形式 你要相信他是故意的 犀利歌 你們聽過這個名詞嗎對不對 上海什麼時候 或者大陸出現一個犀利歌 然後所有的名流 都去學他那種穿衣服的 什麼配搭方式 你要知道 所有站在台上的人 大概都是故意的那樣穿法 所以我們說你要打領帶也好 你要穿得正式也好 你要穿得非常不正式也好 混搭式 我現在才想起來 你知道 你要知道就是說 你presentation就是在人家面前 你很多表現出來的那種落落大方 你的信心所有時間都是靠時間堆疊的 我們所有這些做教授的站在人家前面講 我如果告訴你我現在會緊張 你大概不相信 可是事實上常常是如此 所以我們一定會有工作方 那才是我們讓你們真正學到 把你們自己喜歡的形式 和人家認為應該怎麼樣做的形式 做新的發想 然後在你身上呈現出來 就跟歌唱一樣 你要有你自己的style 當你做成功的時候 你就知道人家會來欣賞你的style 好不好 這個是我們非常希望去做的 所以在決賽之後 目前的獎金的話 冠軍一組 我們目前規劃的是一組三萬元 因為三個人一組的話 所以你平分了以後 就是一個人一萬元 然後當然還有獎盃和獎狀 不過我必須說 我個人對這樣的獎金 還不夠滿意 我覺得真正好的 我應該要想辦法去加碼 不過我現在不能promise你 我只能說我樂於見到 好的同學們 我們多給一些獎勵 不過你們如果了解我多一點的話 就應該在我所有其他活動裡頭 去體會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不是要助長功力 我們的社會其實已經太功力了 我悟你有一批同學們 在得獎之後 會體會到我們這個中心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要重新磨碎 我們這個社會新的價值觀 希望你們好好去思想這件事情 新的價值觀會放在你們 對水 對生命 對環境的體論裡頭 如果沒有的話 你得獎的機會相對也會減少 好不好 相信我的話 OK 然後我們當然還會有一些個人的獎項 包括了我們會有個人的最佳發表獎 他說不定不在這一群人裡頭 也不一定 我們不敢擔保 然後最佳的提問獎 最佳的硬打獎 那每一個人也都有獎金和獎狀的 可是我並不鼓勵所有這些人 在一個隊裡頭 全部就是個人主義式的來表演 然後把自己的隊丟到後面去 整個隊其實是合作的 我只是說 這些人不見得是從這頂頭出來而已 我們在副賽的時候 每一隊的獎學金有1500元 然後有獎狀 這個當然是相對是比較少 可是我們的口說出賽 也會有獎金獎品 也會有獎品的 那所有晉級的隊伍 我們都在後面去 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指導老師也可以獲得 主辦單位的感謝狀 所以我們希望你們每一個 現在沒有指導老師的 可能回去的時候 要 你們將來報名的時候 要提供你們的隊名 可是也要提供你們的 指導老師的名字好不好 指導老師不一定是要同一個學校的吧 對不對 所以你們如果用混校 混集 或者任何混的方式 去組隊 老師也不一定是要同一個學校的 好 所以副賽和工作方 真文的部分的話 這個地方我想 對 我已經應該要講過了 好像 OK 真文的部分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 我們有指定的讀物好不好 希望你對於你的閱讀 能夠重視到它的融會貫通的部分 然後關於這個副賽和工作方的部分 我們事實上是希望稍微做一點的培訓和研練 我們有一些的活動 我們有一些的活動是用PK的方式做 也就是說有人發表的話 其他的人要有另外一隊 其他的隊伍會有問問題的機會 那你發問的內容和發問的這個表現的方式 以及問題問出來的 用字 譴詞 和是否準確 通通在我們的評分範圍之內 那當然你答覆的情形也是如此 我們在決賽的地方的話 我們除了發表以外 同樣的有提問 有答覆 我們會希望你的內容裡頭 對於整個的這個內容的整合反思 再論述這些東西 都會列入我們的評分標準 我相信在評分上面來講 你們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我們的網頁 我相信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也會再寫一些 如果有想法的話 我們會往上放 可是我剛剛其實已經提到了 我覺得內容的好壞 和你表達了以後 能不能讓人家有啟發有感動 這個常常是平行未必相交的事情 有些東西內容非常好 可是表達的不夠精準 我們覺得內容很好 可是表達了以後 甚至於稍微處理一下 你的感動和啟發性 都會大大提升 這個就說不是絕對的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決賽的評分上面 我們盡可能的看看 能不能達到一個平衡 不過因為我們有好幾位的評審嘛 所以本來這個 評分到最後就是一個平均的結果 這個全方位的嚴格測驗的話 希望能夠把科學和表達全部結合到一起去 我相信我把真文的稍微報告了一下以後 我們把口說的部分稍微留下來 因為口說的時間 真文是得勝了以後 才有可能進到口說的時間 好不好 所以我把後面的時間 等一下就直接交給王老師了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我剛剛已經提到了一些 這個關於真文競賽的部分細節 我如果講得不夠仔細 等一下你們還可以提問 在競賽的書目裡頭 你是任選一本書 你的文章只寫一篇 字數是1200字到1500字 包括了標點符號 包括了圖說 對不起 包含了標點符號 圖說的部分是不記的 可是圖說有限制 因為你最多只能放兩張圖說 以去年的情況來看的話 有人在圖說上用創意的方式 自己創造出來的一張 他的圖和他的說明 所以這個是你可以自己去做的 當然這個有可能是可以加分的 那在這個報名了以後 你撰寫出來的真文 你要列印兩份的書面資料 在7月10號以前 寄到我們中心裡頭來 OK 我們中心會確認 當這個跟你的網路資料是相符了以後 會讓你確定知道矯健成功 所以你如果能夠稍微有一點 這個餘裕的時間空出來 萬一有問題的話 可以跟我們中心做聯繫 你這種半夜11點59分59秒 然後把資料塞到我們那個 中心辦公室底下的這種做法 我會告訴大家不見得管用 評分方式的話科學深度佔30% 文學造詣佔30% 你的文章的吸引度是佔30% 你其他的文章的格式和錯別字的部分佔10% 那以近期的名額來講 我們今年會提出60個名額 原則上北中南 我們會讓他的名額數大致有一個平衡 好不好 因為是全國性的活動 那口說出賽的部分 評語如果我現在就停在這個地方 可以嗎 不行 他是我老闆 我必須要聽他的 OK 科學短講的部分 演說時間是5分鐘到7分鐘 我現在講完了 萬一有不清楚的 等一下就再問了 評審提問的回答時間是3分鐘 那使用的工具的話 你可以使用電腦 麥克風 還有投影設備 我們去年沒有准許使用PowerPoint 今年是可以的對不對 那北區的話在台大舉行 中區的話8月2號在台中一中舉行 那南區的話8月4號在台南一中舉行 評分的方式 科學深度30% 評審問答20% 啟發性30% 颱風20% 近期的名額的話 總共有12對錄取 然後每一區原則上取3對晉級 最後3個晉級的名額 由全國判斷 這個 全國的這個候選隊伍領頭 挑出來 OK 每一個場次 前3名是該場次的晉級隊伍 第4名到7名的隊伍 是全國的候選隊伍 那我們以前也發生過 就是說在進行的過程之中 得獎的隊伍 他某些原因 要棄權 或者是要被取消資格 這一類的情形的話 那我們另外就會有被取的隊伍 地補上來 所以每一次參加這個 包括出賽 複賽一路下去的話 這個隊伍的數目都不會再改了 我們這個名單的公佈時間的話 你們可以在網上也可以看得到 是8月6號好不好 在出賽的部分的話 你必須要有相片的證件 這個這樣請注意一下 然後我們這一次是可以使用電腦了 不過好像也沒有上次人參加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了 所有的這個檔案的話 你必須要在固定的時間 就是7月26號之前 寄到我們的官方信箱 我們能夠協助你們 在還沒有我們做我們的workshop 就是這個工作坊之前 請你去跟TED學習 當然英文好的 在這個時候 可能也會佔一點點的優勢 會有幫助的 我們的參賽時程 這個是初賽應該是 我們原則上從早上的8點鐘 一直到下午的5點鐘 是一整天的 所以同學們也是有一定的辛苦 請你們自己看一下 我們會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評語我再問一次 我們到什麼地方我可以停住就 因為我覺得這些地方 可以複賽留住嗎 還是不可以 要我報告完 好吧 8月23號到24號 兩天一夜 我們特別放一天住在那個地方 是希望所有參賽的同學們 這都是計畫的 也許有些人喜歡 有些不喜歡 不過我們真的要讓所有參賽的同學們 彼此也稍微認識一下 我們要讓你們跟某些的評審 也在一起相處一下 你們要這樣想 就是說這個活動 我們不是只辦一次的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資助我們 也不是只資助一年的 我們往下走了以後 我們希望兩年以後 三年以後 我們就有一個社群出來了 這個社群都是認定 知道你可能將來不走科學的路線 你知道這種短獎 對我們自己 就是你們自己 以及對台灣的年輕人 都是有益無害的 我們甚至將來可能會有輔導員 會有這個 比較資深參加過比賽的 去幫助之前年輕的 我們希望成立一個community 所以我們跟台積電討論了很久 我們認為所有的這些事情 為什麼我們要有工作方 我們為什麼要辦兩天一夜 這些都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幫忙配合 好不好 那我們在整個的這個 科普寫作 口語 演說這些方面 我們大概都會在做一些的教導 這是去年王老師 幫我們演講的時候所造的照片 指導老師事實上是一起參加的 每一個老師指導一對 不可以指導兩對 指導老師他所有的交通費時數 跟著你們大家一起 事實上也是由我們的單位來提供 你們可以知道這個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他在資助的時候 不是任意資助的 是看了這個活動真的對 整個台灣的這個科學教育 我覺得發展是有幫助 他們才願意這樣做的 所以大家在感謝的時候 不要只感謝我們忠心 赴賽的時候是8月24號 是做一對一的PK 這個事實上是有一定的張力的 每一隊三個人一個人發表 一個人提問 一個人答覆 所以表示你們的任務是分配的 競賽期間隊員可以討論 一旦決定了隊員的角色 那個名單送進來以後 你就不可以再更換了 在發表的時候 發表的人 提問的人和答覆的人 他每一個人的 單任的角色以及時間 都有一點不太一樣 發表的當然時間最長是5分鐘 其他是3分鐘 在錄取的這個7對晉級了以後 兩組PK以後我們挑出了聖方 聖方是可以晉級的 那評審了以後 由敗方6隊以後再挑出一隊 等於是淘汰隊以後再選出一隊來 他仍然是可以晉級 所以我們的確使用到了 這個歌唱大擂台的方式來做 希望不要遺漏每一個那個 決賽還需要報告嗎 Yes, yes, man 好 這個9月7號是最後的決賽 我們所有的活動到最後的話 一定是這整個幾個月來的最高潮 我們的決賽是允許你們 找你們的親戚朋友 你們的粉絲團 同學 事實上一起去跟你們一起加油的 我們在這個兩輪的這個競賽裡頭 成績各佔50% 表示早上有一圈 下午有一圈 兩輪的分數相加了以後 總分高的才是勝出 每一隊的三個人頭 也是一樣 任務分配 一個發表 一個提問 一個答复 那在這個決定了他的角色以後 也是一樣不可以再更換 那我們在三個的任務頭 我這個地方就縮短了 總共的話發表的是五分鐘 然後提問的話 事實上是五分鐘之後 再發表兩分鐘之內 總共這樣子是七分鐘 那爭取到提問權了以後 賦予了你這一隊的提問權 在第一輪競賽裡頭 事實上這個每一隊提問者 可以各提出一個問題 提問的時間只有一分鐘 那答复的話是 總共三分鐘 所以這個都麻煩自己在練習 回去練習的時候 那當然是在你的中文 獲得了優勝以後 你需要注意的 然後這個我應該可以挑過去了 在第二輪競賽的時候 事實上又是 你們可以看到 第一輪競賽是在早上舉行 第二輪競賽是在下午舉行 所以它是一整天 一整天的活動 我想這個地方 我就不要再細數 後面聽說讀寫我留給王老師 因為他那邊比較重要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第一屆的競賽結果 冠軍是由武林高中獲得 那事實上他們的這個報道 佔據了中時聯合報 他們這個所有的一個大的版面 所以其實他們學校很多也很高興 可是這個活動在進行的過程之中 有太多的學校其實是不知道的 所以其實事實上你們進到了 如果你們一開始沒有讓你們學校知道的話 你們在進到了初賽以後 我覺得也應該讓你們學校知道一下 每一個學校它的老師和校長們 也應該知道你們在外面 參加了這麼精彩的活動 那武林高中當然在後來的話 他們發現他們的學生 在報紙上登得那麼大 所以當然是非常的興奮 事實上亞軍和季軍被同一個學校包了 兩隊同時包了 就是新竹的新竹園區的這個實驗高中 我們所有今年的話60名 前60名的文章 我們大概通通都會去登載 去年只有20名 這是去年的其他一些東西 好 所以 我想我就簡單的報告這個地方